全港首個兒童專屬的普石中心已經開幕了 場地超過3000平方呎 包括頂性攀登場和普石攀爬場 適合好動的小朋友來挑戰 以新之珠俠這樣那麼身手靈活 小朋友因為高度不是很高 所以其實我們的攀石場的高度都會遷就小朋友 同時每一條路線我們的距離都會設計給小朋友 其實我們這個場地大概是3米多左右 其實就會按小朋友的比例去設計攀石場 其實大人的攀石場最高大概是4米半左右 其實我們教攀石最主要訓練小朋友的成長心態 因為其實攀石裡他需要經歷很多失敗和挫折 同時很多時候做不到 其實教練就會幫他如何透過錯誤中去學習 讓他知道原來每一個經歷都有價值 當然在攀爬過程裡面 體能的訓練都一定會有 手腳手眼前庭的平衡感 身體協調都一定可以訓練得到 其實小朋友玩抱石和大人的玩法都是一樣的 我們會用start牌去指示這個起步點 我們需要用指定的石頭由起步點爬到終點 中間只有一個規則 只可以用指定的石頭 例如這條V0的路線 黏著黃色石頭是為之開始的 總之手和腳由起步點爬到終點 去到終點的時候 兩隻手拿著終點便完成一條路線 初次來玩的小朋友 其實他最主要可能負責是剪手指甲 如果女生的可能紮起頭髮 穿運動衣服其實就可以了 有些安全的器材等等 我們都已經全部都會準備好 穿上鬆身運動衣服便可以了 A 拉她的家裡 我可以找到一條路線 從前面的一個站在位置 中間的高級區 下面的環境 那麼前面的 很難 Tory 谢谢大家